智慧高速,顾名思义,秀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、通信技术、数据处理技术等,实现高速公布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。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智慧高速的建设,将其视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。 近年来,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,如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战略、智慧交通发展规划等,为智慧高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知识和资金保障。 截止2023年,中国的智慧高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,智慧高速入网络般遍布全国。 智慧高速运营管理平台广泛应用了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,实现了对高速公布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、分析和预测。 平台通过集成多种服务功能,如路况信息发布、紧急救援、智能导航、在线支付等,为驾驶者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。 利用高清摄像头、传感器等设备,智慧高速运营管理平台能够实时监控道路状况、交通流量、车辆行驶速度等信息。 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,中国智慧高速运营管理平台的建设仍面临一些挑战,包括技术更新换代的压力、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、跨地区高速公路管理协同等问题。 未来,智慧高速的发展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绿色环保。 随着5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的进一步成熟,我们有理由相信,未来的智慧高速将更加智能、高效、环保、自动驾驶汽车在智慧高速上的广泛应用,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